有一艘基隆級的漁船新勝符號 它在返回漁港的時候 疑似船長太過勞累就打了瞌睡 不小心偏離了航道撞到了礁石 整個漁船就擱淺在海上 動彈不得 而且船艙還破洞進水 情況一度的危急 不過幸好在海巡人員 還有有船的幫忙之下 花了兩個小時讓漁船脫困 然後岸上交集的家屬 也就終於的鬆了一口氣 交集的家屬不理會 海巡人員的阻攔 拖銷外衣硬是要往海底跳 還差點被漁船壓到 船艙破了大洞 不斷進水船身也因為 傾斜在海面上搖晃不定 隨時有反覆的可能 人在那裡現在是太誇張了 其實是這樣 以前是如果天不大空 是小空還是不太想要 這艘基隆級的漁船新勝符號 在返回漁港時 疑似因為船長太累 被打瞌睡 不小心把船開進 充滿礁石的海岸 漁船觸礁擱淺 船上的台籍船長 和四名外籍漁工 都受困在船上 海巡人員趕往現場 派出救生艇前往救援 岸上的家屬 焦急的來回舵部 幸好在有船 和海巡人員的幫忙之下 拉斷了五條繩索 花了兩個多小時 才終於讓這艘 觸礁的漁船妥困 也讓船上五名船員 全部接駁上岸 結束這場海上靜魂季 中間新聞劉宜君 基隆採訪報導